HELLO,大家好,我是有FAB 近期 LUKA 的火焰,不用我多介紹 Jordan Brand 為他準備了個人專屬行鞋 LUKA ONE 自從上次黑色的配色之後 這次亦有一個新配色,就是白色 這個白色的概念主要來自黃加馬德里 黃加馬德里不是足球隊 黃加馬德里亦有籃球隊 LUKA 當年在黃馬時,他幫黃馬贏的時候 已經是隊史上的第十貫 他亦是最年輕的Final 4 MVP 頂著這個光環入到NBA 當然,頂著這個光環入到NBA之後 在NBA 的成長,大家一開始都不是非常看好 但到了這一刻,已經成為NBA未來接班的門面之一 所以可以想像到LUKA 在這幾年的成長 而現在,他打球的風格和他的年紀都非常不匹配 他現在打的球風嚴重成熟 簡直是玩到大家出神入化 當然,現在對於GOLDEN SAID的情況未必是非常樂觀 但以他個人的前途來說,都是前途無可限量 LUKA 1 當然我們作為一個鞋頭都非常期待 中底科技也好,TPU 位置也好 亦有新的物料配搭 其實再轉白色之後,鞋吸引力更加高了 而它低窮的設計亦是我比較喜歡的設計 我本身亦非常期待這鞋 未來大概在六月尾便會推出 應該都是以黑色來手發配 但通常這些鞋一出就兩色一起發 所以估計這對白色和黑色會推出市面 如果大家喜歡LUKA 的朋友可以留意 喜歡Jordan Brand 為球星出入鞋 亦可以留意 喜歡新科技的球迷亦可以留意 因為這對鞋的確是在這三方面都會同時間滿足你 我們都會盡力第一時間為大家介紹 第二件,不知道為何KD-15在台灣出得這麼快呢? 白色、灰色、黑色款都已經出了 上次第一款去到台灣的是螢光王 這次再出第二款是白灰黑 雖然我自己覺得兩款的顏色都非常一般 但來到這裡的時候 你不早試又不太對勁 如果要兩種顏色選擇 我會選擇螢光王還是白色呢? 可能我都會選擇白色 最主要白色的問題 我覺得灰色的鞋底是假裝舊化的 但我自己不太喜歡這種設定去做舊化的設定 所以還是比較難 不過唯一可以好一點的地方 就是灰色的鞋底始終會比較髒 白色的鞋底比較髒 灰色的鞋底比較髒 可能就不太容易打塞 但實際來說,樣子我又覺得真麻煩 對於KD-14來說 KD-14 的翼 大家很多時候開頭的死神念都已經覺得怪怪的 但KD-15 款式本來未必最大問題 配色真的太誇張了 現在可能要等多些新的配色 等得到的朋友,若非真是紳士坑的 可能等多些新配色 若我們這些就迫緣無奈 見甚麼色買甚麼色 性能都應該值得期待 只要是外觀配色的問題 真是瘋了,百川女去到台灣都可以買 這次在台灣主要開售的是Airdronic 以及Series SE 開售 其實之前有看閒聊天的朋友 也有看我介紹過這對白川女的Series 就算它是一對Joran 36 白川女版本 顏色都非常獨特 所以我自己就覺得 如果你是喜歡這種白川女的圖案 那種配色都挺時尚的 就算它對36 穿上街都是不錯的選擇 奶幫3 奶幫3 但這款是非原裝設計 這對是Baba Shock 用它來做靈感做這對鞋子 所以這對奶幫3的藍白熊 這三個顏色是代表理髮店的登柱 跟原版鞋盤有點不同 在左右的鞋頭分別寫了小孩的名字 Bronny, Bruce, Jewelry 以及家鄉Aron的區330 主要來說發售日期沒有公佈 但其實奶幫的系列 尤其是開頭的時候 更加適合一些側翼 大體重的球員都適合穿 這隊第三隊也是比較重兩級的 設計方面各方面 雖然穿上來比較笨重 但保姆敵來說也比較強一點 所以一般大體重的球員 都蠻喜歡穿奶幫的系列 這隊也是其中一個選擇 就算到今時今日 它對保護來說也不太差 只是靈活性或性能方面 可能會比現今的球員訊息少少 但純粹說要包裹來說 它應該還頂得緊 來到AIRSOME FLIGHT 95 其實這部AIRSOME FLIGHT 95 我之前也入手了 但拍了一段影片 後來又有些古靈精怪 自己上載得不好 之後可能會補發 AIRSOME FLIGHT 95 我就買了白色灰黑色的一款 其實當年 Jayson Kidd 應該是有 這款跟PE 顏色很相似 但PE 顏色有自己的好數 當年打Dallas 都非常矚目 我自己都是Jayson Kidd 的粉絲 Jayson Kidd 的球鞋 當年屬於非常前衛的球鞋 尤其是這款AIRSOME FLIGHT 95 當年無論在任何界別都極之矚目 所以當年大家都很期待Jayson Kidd 出的球鞋 當年大家都很期待Jayson Kidd 出的球鞋 大三年是非常難拿的 都被Captain 笑過 他的大三年經常都得分 但全球視野各方面的東西 亦都屬於當年聯盟的頂尖 今時今日 亦都作為一個教練帶領小牛 去到西決決賽 在決賽門口 首次在門口試探 當然對方是Golden State Warriors 亦都不容易闖關 無論是Jayson Kidd AIRSOME FLIGHT 95 亦都是Luka 1 兩隊都帶著獨行俠 在挑戰Golden State的霸拳 這隊NOVAX SEARCH 2 之前都跟大家介紹過 我現在還在等 我買到的 不過就在等老闆有空 幫我處理一下 可以寄到過來 這個NOVAX SEARCH 2 我之前都應該會評測 希望為大家帶領 要實戰力強的球鞋 NOVAX SEARCH 2 始終在坊間評價上 在每一個球評都好 對它的評價都非常高 現在在劍占 在香港亦都買得到 亦都不用怕有番茄 有水貨 甚麼都有 現在亦都叫做有店舖賣給你 所以大家都可以留意一下 不然再等我試鞋 再看都可以 因為香港買到有尺寸 就不用左圖有圖 還要顧餐飽 這也是一個好的地方 再補回一些其他新聞 Phoenix Suns Color MX2 CB 94 這對CB 94 簡直令人懷念 這對CB 94 這對CB 94 不知道大家記不記得 有一次我說黑色 我時都有 我給了一個朋友 不知道他還會否保留 這對CB 94 當年是Charles Barkley 仍然是全盛時期抗衡著 Jordan時代的一對見證 其實前一代更經典 這一代叫做波波紋 都差了一點 但是這對白色鳳凰 成太陽顏色 依然是為之一個經典 當然入手沒有當年那麼困難 當年1079 價錢會非常昂貴 但隨著Charles Barkley 其實在這幾年說話的部分 大家都忘記了當年的實力 所以你要買到也不太困難 不過對於很多時候 在90 年代的脫血球迷 都會對Charles Barkley 有興趣 都可以留意 我一直都看到這個Cherry On Food Look 紅白色 這次是這對高筒 但是發售日期應該是今年的聖誕節 所以今年的聖誕節 就是這對白色紅色以為主題 就不是再推出原本的OG Colorway 紅白色本身在Low Cut已經非常搶眼 High Cut也推出了 我相信有一堆朋友會追蹦 Jordan11就不用再多說了 都是一些典型 你知我知 他知 單眼路都知道 因為是炒風 而來搶眼程度 所以大家看位置入手 好,來到今天講一個 Airdrolin 12 Emoji Airdrolin 12 其實這對款 就有一點像白色、藍色、北卡色 但它的巧妙之處 就是鞋的側身 加了一些 Emoji Icon 鞋籠裡面也有些 Emoji Icon 我可以給大家看一下 當然有些大小的鞋款 整體來說 它都比較含蓄 把 Emoji Icon 放在鞋身裡面 除了側面這兩度 有些 Emoji Icon 整體你都不容易留意到 它有什麼 在鞋面上有什麼古怪的東西 所以又可以滿足到 好像有意別不同的你 但又不想鞋身 製造了 Emoji Icon 就出了一款 就是白色、粉、藍色、北卡藍色的 Jorlin 12 啦 真的要看你自己喜不喜歡 因為問題是 你看到一些扣 原本由金屬扣的膠扣 整體外觀上也會比較 叫做 兒戲一點點 所以這個 Emoji 款 究竟是否適合大家 就讓大家自己想想 Anyway 今天就好了 如果大家有問題 下面留言 訂閱和分享我的頻道 看看你們的收看 下期見啦 拜拜